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元 选举当天机选举结束后 有奈林村民多次举报候选人会选 既并已无数面材料举报信息不全等理由 为及时启动调查 作为相关调查小组负责人 严少潘 陈俊强 却没有发现会选行为 也未对检举情况有效查处 法院认为 既并 严少潘 陈俊强 在选举工作中 严重不负责任 未正确履行职责 三人对奈林村选举过程中 候选人严重会选违法行为 因发现而未发现 使会选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控制 甚至发生公开会选活动 5月21日 纪彬 严少潘 陈俊强 犯反乎执手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2018年1月下旬 山西省郊城县 奈林村村委会所在地 澎湃新闻记者 李文英图提多多大站 郊城县城东北方向5公里左右 便是天明镇奈林村 这是一个被工厂和农烟包围的地方 全村约2100户居民 6200余人 村集体所有的数千墨土地 已被当地工业园区占有 多年来 企业占地引发的利益纠纷不断 也使奈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大男村 2018年1月 长期积累的矛盾 通过一次村委会换届选址全面爆发 据中国青年网报道 1月6月到7日 在郊城县奈林村第11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 三名候选人脉俊胜 王喜宁和杜永忠 为赢得更多选票 中先恐后给村民送钱送五 4日 5月1日 4日 8日 7日